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格较为直白 调皮的一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自带一种独特的搞笑风 比如经典的为啥子 为啥子要分手 为啥子分手总是在下雨天 不可以 我要抱抱 是肖战用重庆话说出来的搞笑台词 一直被众人拿来调侃 此时的肖战笑容软蒙可亲 自拍也非常可爱 像极了小奶糕子 不负呆逃之名 第三面 儒雅秀起 肖战身上自带一种文化人气质 如同谦谦君子 不争不抢 温润如玉 又像竹子一般坚韧 千磨万机还坚静 任而东西南北风 肖战长身玉力 极富文人儒雅 再加上长相秀起 更给人一种墨上人如玉 君子是无双之感 第四面 温暖治愈 2019年的夏天 肖战发布的一个名为《夏天的风》的短视频 凭借其温暖治愈火遍全网 他的笑容 被大张伟形容为肖战的笑容 可以融化世间的一切 肖战从小到大 笑容都极为灿烂温暖 治愈人心 可以算得上娱乐圈笑容最美的男明星 肖战笑容温暖治愈 是娱乐圈少有的自带自愈能力的明星 这也成为肖战观众员的基础 都说向游新生 肖战的笑阳光温暖 甚至拥有独特的治愈能力 让人忍不住跟随其绽放笑容 相信他内心也是纯净温暖的 只有内心和谐温暖的人 才可能治愈他人 肖战如同一个小太阳 富有正能量 妥妥地给人一种向阳而生的向往 其温暖治愈的特性几乎算得上是娱乐圈独有的 难怪被称为治愈系顶流 大家喜欢肖战颜值中的哪一面 欢迎评论区讨论